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此刻正瘫坐在沙发上看这部影片 你知道吗 当你只见滑过手机屏幕的0.1秒里 地球已经带着你飞出了36公里 这个距离相当于40架波音747首尾相连的长度 此刻 若你正靠在沙发上喝水 举杯的瞬间 身体已随地球完成了一次星际跃迁 超过360公里的位移 是民航客机时速的1000倍 比流星划过天际的平均速度还要快三倍 但诡异的是 你的发丝没有丝毫飘动 杯中的水安稳地像静置在桌面 这就引出了今天最核心的谜题 如果我们正乘坐一辆如此疯狂的宇宙快车 为何感官从未发出任何警报 答案就藏在三重宇宙级的隐藏机制里 而人类直到2025年才借助尖端设备 摸清了它的全貌 先从地球的运动轨迹说起 我们最熟悉的是它绕太阳的年度长跑 每秒钟30公里的公转速度 相当于每秒绕标准操场跑75圈 但这不过是宇宙运动的基础套餐 真正的震撼藏在更大的尺度里 太阳并非静止不动 它正带着太阳系全家参与一场银河马拉松 过去天文学家曾测算其公转速度为270千米每秒 而2025年欧洲空间局 钙亚卫星的最新数据完成了关键修正 通过对11颗恒星的位置 与字形数据的精密分析 太阳绕阴心的实际速度 应为217千米每秒 方向大致呈从右向左的环绕轨迹 更奇妙的是 这场长跑的姿态 2024年 中国科学院天文团队 利用锅手镜望远镜 Lamosti的观测数据 对2600颗造幅变星 进行年龄切片分析 制作出手段银河系银盘运动的时光动画 画面显示 银河系的银盘 并非平整的圆盘 而是像被掰弯的薯片一样 呈现明显翘躯 且正以每百万年0.12度的速度 逆向进洞 主导研究的天文学家解释 这种纽扬各式的运动 并非随机 而是由银盘外围的暗物质晕 施加的引力牵引所致 就像有只无形的手 在操控着这场星际舞蹈 当我们把视角拉得更远 会发现整个银河系也在赶路 它正带着太阳系 冲向本星系群的引力中心 同时以300千米每秒的速度 朝着仙女座星系移动 这曾让天文学家 担忧两大星系 未来会发生碰撞 但2025年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团队的 10万次计算机模拟 给出了新结论 由于仙女座星系 存在82千米每秒的 横向速度分量 未来100亿年内 两者直接相撞的概率 仅为50% 更可能上演一场 擦肩而过的宇宙泄后 把这些速度叠加计算 就能得到我们真实的 宇宙航行速度 太阳公转的 217千米每秒 向左的 与银河系自身运动的 577千米每秒 向右的 形成矢量合成 最终我们正以 360千米每秒的速度 朝着宇宙深处几尺 这个数字意味着 每小时我们都会飞过 129.6万公里 相当于在地球与月球之间 往返 3.4次 但问题随之而来 我们如何确定这些速度 在没有宇宙路标的真空里 谁能充当这场 星际狂飙的测速仪 答案并非夜空中的恒星 那些看似固定的光点 其实都在狂奔 比如距离我们最近的比林星 正以21千米每秒的速度 向太阳系靠近 相当于在宇宙中与地球汇车 自然无法作为稳定的参照物 真正的宇宙测速标杆 是138亿年前 宇宙诞生的第一铝光 大爆炸后38万年 宇宙冷却到3000K 质子与电子结合成 中性氢原子 那时释放的光子 在空间中穿行138亿年后 形成了遍布宇宙的 微波背景辐射 CMB 这片温度约2.725K的微波海洋 被视为宇宙的绝对静止地面 地球的运动 让这片海洋呈现出奇妙的变化 在我们前进的方向 微波被压缩导致波长变短 形成蓝移 而在相反方向 微波被拉伸导致波长变长 形成红移 这种被称为偶极各项异性的现象 就像宇宙给地球的运动盖了章 正是通过测量这种偏移 科学家精确算出了 360千米每秒的航行速度 更惊人的是 2025年 德国波恩大学团队的发现 他们对800个星系团的 X射线亮度分析 显示 CMB的一侧射电源 亮度比另一侧高30% 形成顽固偶极信号 这直接挑战了宇宙各项同性的经典理论 那个我们曾以为 在各个方向都均匀膨胀的宇宙 可能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密度倾斜 这些发现都离不开观测技术的突破 除了盖亚卫星和锅手镜望远镜 2024年 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观测数据 更是解决了困扰天文学界多年的哈勃危机 此前 通过造幅变星等标准烛光测得的哈勃常数为 73000米每秒每MPC 而通过CMB推算的值为 67000米每秒每MPC 两者相差6000米每秒每MPC 引发对宇宙学模型的质疑 但2025年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的研究显示 团队用微波望远镜 观测红巨星分支TRGB 和碳星JAGB 这两种新型标准烛光 测得哈勃常数两种结果 在误差范围内 均与CMB数据吻合 证明此前的差异 源于观测方法的金属风度修正问题 而非宇宙模型错误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 为何360千米每秒的高速运动 没能让我们察觉 第一个关键是 惯性系的温柔陷阱 想象你在匀速行驶的高铁上 喝咖啡 杯子与咖啡 都随列车同步运动 自然不会洒出 地球就是一个更庞大的 惯性系 大气层 海洋 甚至我们体内的细胞 都与地球保持着 360千米每秒的 同步运动 你可以立刻做个小实验 拿起手机松手 它会垂直落在身前 而不是因为地球的运动 飞到几米外 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 揭示的惯性魔力 也是我们感受不到运动的核心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于宇宙的极致空旷 飞机飞行时 我们能感受到加速度 是因为空气产生的阻力 形成了明显的力反馈 但宇宙真空的密度 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每立方米空间 仅存在一个原子 相当于地球实验室中 超高真空的万亿分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中 没有风能撞击我们的身体 自然无法传递运动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 暗物质的隐形支撑 根据2025年诺奖得主参与的 宇宙学研究 暗物质占宇宙总质量的25% 暗能量占70% 而我们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 仅占5% 暗物质通过引力 像浇水一样 将太阳系牢牢固定在 银河系轨道上 防止地球被高速运动甩出去 而暗能量产生的反引力 虽在加速宇宙膨胀 却对局部星系的运动影响 微乎其微 形成了宇宙的精准控速机制 中国科学院的时光动画 更直观地展示的这一点 暗物质晕 呈现接近球形的扁妥球结构 其引力分布 直接决定了 银盘的翘曲程度与进动速度 这个导航系统的稳定性 比人类最先进的卫星导航高100万倍 或许有人会担心 如此复杂的运动 会不会遭遇交通事故 天文学家给出的答案是 不必恐慌 虽然20亿年内 银河系与大麦哲伦星云相撞的概率 远高于与仙女座的碰撞 但正如研究人员解释的那样 恒星间的距离极其遥远 平均而言 两颗恒星的间距是其直径的3000万倍 即便星系发生碰撞 恒星也会像子弹穿过筛子一样 互相穿缝而过 地球被直接撞击的概率 低于连续中10次彩票投奖 当你今晚抬头望向猎户座的腰带三星时 不妨在心中默念一组数据 此刻的你正以360千米每秒的速度 穿越宇宙 过去的一小时里 你已经飞过了 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3.4倍的路程 你脚下的地球 在暗雾致晕的牵引下随银盘缓慢进动 而这一切都被138亿年前的微波背景辐射默默记录 那些穿越深空抵达你眼底的星光 或许在出发时 地球还处于恐龙统治的时代 最后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 如果有一台神奇的机器 能瞬间暂停地球的运动 我们会遭遇什么 答案是毁灭性的 由于惯性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未固定物体 都会以360千米每秒的速度飞出 这个速度是步枪子弹速度的300倍 足以在瞬间穿透任何物质 但幸运的是 宇宙的驾驶技术远比我们想象的稳健 按物质的引力 惯性系的铜部 真空的缓冲 共同编制了一张无形的安全网 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钙亚卫星的恒星测绘 从哈勃望远镜到韦伯的红外视野 人类花了2000年 才逐渐摸清自己在宇宙中的运动轨迹 我们就像坐在一列没有窗户的特快列车上 通过科学仪器的闲窗 才得以窥见窗外掠过的星际风景 这场360千米每秒的宇宙漂流没有终点 而每一个抬头仰望星空的人 都是这场壮丽旅程的见证者 当你明天早晨睁开眼 不妨再次想起这个秘密 你并非静止在床上 而是正随着地球在宇宙中挤持 宇宙从不声张它的疯狂 却在每一秒都带着我们书写最浪漫的星际诗篇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影片记得订阅 按赞 热推哦